大家好我是Eva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全新的一周天气状况如何呢 东北季风吹拂的影响 以及台风外围的水气 让东北部地区明天后天来说 都会是应有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 其他地方则是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周四转变成偏东风的影响 那么各地都有机会阳光露脸 而且气温回升 要特别注意的是 周五呢 这个台风这个热带系统很快就要变成台风了 而且它将有机会是往台湾这边接近过来 它的路径变数 现在看起来还很大要一起来关注 先来看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呢台湾还是吹的东北季风的大气环境 不过跟周末相比起来 在今天东北季风略略增强了一点点 北部东北部一带都是应有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越往南走 天气状况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那么目前阳面上相当热闹一共是有四个热带系统持续发展当中 距离台湾比较遥远的这个22号台风引信 已经是走远到了海南岛一带的地方 接着后头呢 是23号的捷梗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有机会为台湾带来间接的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最遥远的台风 万一台风 也这个将呢 这个逐渐的往关岛方向靠近 逐渐的通过关岛一带 接着呢 就会逐渐的减弱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中间这个热带系统很快的有机会变成轻度的台风 并且呢 它将会有机会随着太平洋高压的位置变化而有所改变 并且呢 有机会是越来越往台湾这附近靠近过来 所以这一周主要要关注的重点就是它了 它要这个路径呢 是我们这个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这一周的天气变化 主要就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强弱 以及呢 这个热带系统的接近与否而决定而影响的 星期二来说的话 东北季风增强 让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情况 降雨这个范围都变得比较强 比较扩大了 星期三下半天开始呢 水气逐渐的减少 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左右 可以看到降雨讯号都不太明显 所以天气来说的话 都是相对比较稳定了 那么星期五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 随着热带系统呢 是越来越靠近了 全台湾都有机会呢 是有一些飘雨或者是短暂降雨的形态 不过呢 现在看起来路径还有很大的变数 要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关心最新的情况 气温方面呢 则是随着这个偏东风吹起来之后 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白天高温回升 北部地区是27到29度的白天高温 低温则是维持在23到24度 那么中部气温以及南部地区呢 则是因为呢 都是有阳光热烈的好天气 所以呀都是维持到 要接近30度的白天高温 中午前后还会感觉到 有一点点暖热的这个情况 不过呢 晚间者就要特别注意了 日夜温差还蛮大的 24到25度左右的低温 那么早晚的话 有外出就可以多加一件 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东部气温白天高温26到27度 低温则是以23度为主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就是这一中呢 这个有一颗哦 这个热带系统或者是台风呢 即将要接近台湾了 所以要请大家特别跟我们一起 关注它的动向 另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哦 开始有起雾的情况了 如果呢 新车有经过雾区的话 就别忘了开启大灯 还有我们的空气平时状况呢 因为南部立区位处在下方处 所以亮起了橘色的等号来到了 多敏感族群不健康啊 等级有这个比较敏感的观众朋友们呢 外出就别忘了 戴上口罩会比较好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